中华民国与美国同为爱好自由、民主的国家 两国正副元首互访时充分展现亲民的作风 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中华民国与美国历史上的国事访问 有隆重的军礼欢迎、国宴或是两国元首互赠勋章及领悟等仪式 而中美历史上也存在着最高规格的外交礼仪 就是向为国捐躯的国君英雄谢花致敬 两国元首的会谈是国事访问的焦点 数十年之间 中美之间曾发表多次 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公报或声明 对世界局势造成影响 中美之间和国事访问的地区 2008年 马英九总统上任之后 致力推动活路外交 重建于美日等国的信任 历史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台湾的民主成就 是我们得以自豪的成绩 在这样的基础上 相信一定能与其他国家 建立互信 共同为世界和平努力 让中华民国迈向高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民国迈向高峰